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3年8月30号,周三晚上的8点2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 标普的11个板块中是9涨2跌 其中是能源和科技领长,公共事业和医疗保健领跌 今天是又有一个经济的坏消息 当然就是股市短期反弹的好消息了 ADP数据是录得17.7万人 低于预期的19.5万人和前职的32.4万人 小飞龙显示劳动力市场在8月有所收缩 另外在工资涨幅方面也有所缩窄 咱们看一下ADP就业报告的留职人员的年薪变化的中位数 贸易运输公共事业是5.8% 信息是涨幅5.4% 金融活动6.2% 专业商业服务5.8% 教育医疗服务6.5% 休闲酒店6.9% 其他服务是5.8% 自然资源采矿5.9 建筑业6.9 制造业5.5% 其中很多的数据都是和上一次相比有所下降的 这个中位数的年薪 那么在所有的行业中 留职的涨薪平均是5.9% 换工作的涨薪是9.5% 不知道你在8月跳槽了吗 如果跳槽 你有没有达到9.5%的中位数的涨幅呢 那么 鉴于整个ADP数据和非农数据多次是相差较远 对于本周五的非农数据 目前的市场还存在一些争议 中位数的预期现在是17万个就业岗位 低于前值 但是高位的预测会认为更接近前值的18.7万个岗位 咱们看看周五这份数据到底能不能和ADP一样 是往下走的给咱们一个坏的经济数据 从而能进一步的去提振股市 反之如果非农数据大幅超出了预期 那代股市当然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那么今天的第二个数据其实算不上坏 但是也算不上 只能说是没有之前的那么好而已 因为现在整个二季度的GDP的年化的几率 是从2.4%下修到了2.1% 这个2.1尽管是下修 但仍旧是高于趋势水平 所以它不能算差 只是说没有那么强 实际的产出是低于预期的 一同下调的还有GDP的价格指数 那么价格指数这边是下调到了2% 从2.2%下调 还下调了整个的PCE的物价指数 是从3.8%下调到了3.7% 实际通胀是低于预期的 但是绝对值仍处于高位 整个二季度GDP还有PCE的修正值 对于美联储是否继续加息的影响 其实并不是很大 还是主要要看非农的正式报告 目前11月加息的概率 接近50% 比昨天有小幅的提升 短期国债收益率 在今天实际上也只是小幅下跌 207国债收益率是只下跌了0.13% 所以债券市场对今天的数据反应 并不是很明显 那么下个星期一是 美国的劳动节的公共假期 股市这边也会休市一天 这个长周末 我相信很多的在美国的朋友 预计是会出去旅行的 因为一般来讲 劳动节周末 通常都是大家在 夏季旅游旺季的 可能最后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 所以度完假之后 大家就该收心就收心 收心干嘛呢 准备过万圣节和圣诞节了呀 所以很多朋友估计 现在这个周末都会出去旅行 预计机场会是一个繁忙的周末 通过安检的人数 之前我看到的 美国航空部门的数据 说可能会创下历史记录 那么说到机场 就不得不说一下航空公司 因为我有一只持仓股 是阿拉斯加航空 我说一下关于几个航空的一组 我们从特殊的数据来对比一下 航空公司的运营状况 我们说航班的延误是经常会发生的 那么在美国的几大航空公司里边 到底是谁的延误最多呢 从以下的这组数据上 大家能看到 航班延误呢 其实在最近几年是越来越严重 它这个定义的时间是比预定到达时间 晚15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 就叫做航班的延误 那么根据这个航班的追踪器的网站的数据呢 从5月1号到8月29号期间 约24%的往返美国或美国境内的航班 是发生了延误 平均延误时间是55分钟 高于去年的52分钟 那么在2022年同期 23%的航班延误 21年是20% 2019年是18% 那么从延误率上来看 几家航空公司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了 达美这边是23年准点率最好的航空公司 航班延误率是20% 阿拉斯加航空延误率是第二 是21% 美国航空延误率是25% 然后联合航空和西南航空是26% 排在这几个比较大型的航空公司的最后边 还有一个是平均的延误时间上 西南航空的平均延误时间是36分钟 阿拉斯加航空平均延误时间是37分钟 达美联合还有美国航空的平均延误时间 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你通过这组数据也能知道 可能这些航空公司 因为延误包括准点率 包括等等这些东西 都会影响到对于航班的选择 甚至是有一些的相应的支出 也会影响到公司的一个业绩和长期表现 所以这些航空公司里边 我当时在建舱阿拉斯加航空的时候 其实也是考虑到 包括阿拉斯加航空整体的一个 基本面的状况还属于 我觉得从航空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比较可接受 其他几个航空公司虽然更大型一些 但是我觉得反而可能会遭到更多的 这种短线炒作的资金的干扰 那么阿拉斯加航空 我给大家更新一下 我对它的加舱的计划 近期因为之前是捡过舱的 捡完舱之后还有个3%的 30.9的一个持舱成本 那么预计当时是在43.6到45.5 预计在这一线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线曾经有过阶段的 在200日均附近的挣扎 本来是想去在这个地方加舱的 但是一直在等它的止跌形态 同时等它的成交量要有所放大 但是发现这个地方没有出止跌形态 同时有的情况下 它的成交量也是非常的小 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 要么就是叫做缩量筑底横盘 横的时间越长 它筑底成功的概率越高 第二种情况就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叫做 缩量不成 最后变成中继下跌 再次放量上行被甩卖 所以它很不幸走了第二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属于比较糟糕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经常会看到我说 你到了价位了 为什么你不买你在等什么我在等什么呢 除了基本面之外在等技术面 技术面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到底其他的更大型的资金 它有没有进场 他们没有进场说明什么呢 说明可能到了估值的位置 到了可以买的位置 但是可能有我没有发现的风险 这些机构的他们的投赢能力 他们的研究能力肯定要比我墙上上百倍 所以我在等技术面的确认信号到了位置之后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到了位置 我没买它反弹上去了 感觉错过了机会 这是我在做加仓的时候比较谨慎的一种做法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你在这个地方加的仓 就属于加仓是比较失败的 因为它现在还在往下下跌 对吧 所以鉴于此 我通常会用基本面的估值情况 以及和技术面的结合 来去找我的买卖仓位 再加上盘中有一些止跌 或者日线级别 或者更长时间的级别上 有一些止跌的位置 我才考虑买入 好 这个就是阿拉斯加航空 现在既然在这个地方没有加上 下方的两个地方 给大家列出来 好吧 这个地方我肯定是 要去找一个止跌 加仓3%的 我说一下 最近在这个地方出现了继续的 就是在39.5到43这一线 是出现了小的增量的横盘 这种情况 同样还是需要再等一等 但是它比上方的这个地方的缩量 这个地方要稍微好一点 这个地方出增量在横盘 代表现在抵抗盘还比较厉害 有助抵的可能性 所以我如果要加仓 看看未来的情况 很有可能就会加仓 就这两个地方 如果这双再次不幸 中继下跌跌破 那就只能到35.6到38.4了 这是我的加仓的计划 好吧 那么未来远期的上看目标 仍旧是60 接近60的位置 是阿拉斯加航空的一个 长线的上看目标 好 然后讲了这个之后 我想讲一点对于市场整体 在今年走势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包括一些 个人对于投资上的一些经验分享 实际上 2023年截止到现在 8月还剩下一个交易日 已经是扎扎实实的交易了8个月 整个的指数 我们从今年的年度变化上来看 涨得其实不错 标普今年年度上涨17.59% 那指100 更加的惊人 上涨了41.34% 排行第三的是 罗素今年上涨了9.06% 然后是道指 今年的涨幅相对少一点 只涨了5.26% 但总体上指数其实都不错 但是我们会发现 出现了极度的不均衡 你首先道指和罗素 它的涨幅远远是落后于 标普和纳指的 原因我相信大家心里非常清楚 主要的涨幅 是由少量的股票来推动的 涨幅比较大的公司 他们在推动市场的上行 而且我们在21年的时候 包括20年 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件事发生 那个时候经常会吵 对 吵什么呢 就是拆股 对吧 就是比如把一股 它上涨之后 它拆成五股 或者拆成十股 目的是把股票的 票面的价格降低 这样的话可以方便交易 不然的话 有很多朋友去交易 它的期权 发现都买不起 或者说这个资金量太大了 对吧 它不利于它的流动性 所以它拆股之后呢 是希望大家更好的参与 增加流动性 从而有可能进一步的去支撑股价 其实特斯拉之前就干过很多次 这种拆股的事 但是呢 我们说另一方面 如果是股价表现不佳的公司 由于股价票面价值太低 它就选择什么 选择合股 比如把五股合并成一股 或者十股合并成一股 它是希望把面值提高 它避免自己跌成这种毛票 对吧 几毛钱几分钱的票 损失更多的流动性 因为这样的股票 参与人就更少嘛 这样的公司呢 它通常都是存在着 非常大的经营风险的 好 那么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大家猜猜看 2023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股市是上涨的 但是合并股票的数量 就是下界的太多的股票 和往年相比 你觉得是多了 还是少了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正常来讲 大家应该觉得 今年股市涨得不错呀 应该没有什么股市 在地上趴着挣扎吧 股价应该会更高 应该有更少的股票 合并股票才对 对不对 但是结果却是非常违反直觉的 今年的这个拆股的公司 非常的少 合并股票的公司 非常的多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绿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就是属于 合并股票的部分 然后蓝色的是拆股的公司的数量 21年股市大涨的时候 当时是有68只股票 合股 就是股价在下跌 大家可以看21年就有68家 对吧 有87家股票是拆股 这是在21年的时候 到了22年熊市大跌的时候 那个股价表现糟糕的就更多了 一共有159次的合并股票发生 159次 那么2023年 也就是最右侧我们看这个绿色的柱子 只过了8个月 指数大涨 但是它却有167次合股发生 合并股票 说明什么 说明有更多的股票 在2023年的上涨过程中 它们血被吸干了 它们被更多的抛售了 表现更加糟糕了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今年如果后面还有一波回调的话 那么突破200次 是非常有可能性的 那么它成为了一个 2016年来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点 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很违反直觉 对不对 其实今年的股票走势 和很多包括经济数据 也是违反直觉的 其实从这个股票上来看 从你看它中间还有一个折线 对不对 这个折线反映的就是 合并股票的数量 和拆股数量的比例 2016年以来 每一次拆分股票 就有2.22次股票合并 2021年这个比例是0.78 当时市场非常的好的 没什么股价跌的低 到了2022年是2.94 2023年 今年到目前为止 是7年来的最高的倍数 已经达到了5.76 可能大家说这个数据 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如果给大家看两只 曾经的明星股 你可能感触会更深一些 这两只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曾经的明星股 我相信很多朋友 搞不好还参与过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参与过的朋友 这两只股票 一个就是这个VWork 就是这个V 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 当时股票 那个时候非常多的 叫做我们的合并上市 SPSE 当时特别火 最高的时候股价 曾经趋过14块9毛7 现在跌到0.1163 它的估值 从最开始的市值 从最开始的470亿美金的峰值 跌到现在的2.45亿美金到今天 他们现在准备 把40股合并成一股 准备再挣扎一下 还有一只 也是之前的明星股 就是这个EXPR EXPR这只股票 大家看一下 它是在2020年底 和21年的时候也飙升 当时的股价最多的时候 去到多少了 我们可以把它缩小看一下 26块2毛7 这股票和现在的股价 0.5比起来 是不是非常的夸张 现在它的整个市值 只剩下3700多万了 那么它也是准备 把20股合并成一股 看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 上钩的朋友 对吧 它肯定这么想的 也得挣吧挣吧 对吧 其实我们说 当一个东西 如果被赋予了过多的想象力 那这个就没什么边界了 你说多少都行 为什么我说平常的时候 要对股票进行估值 当然很多朋友说 不认可你的估值系统 没关系 不认可 你有你的系统也可以 这样的目标价格不同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你就想象一下 特斯拉 对吧 这个市面上这么多的分析师 分析特斯拉的这个目标价 股价 它从这个100多的 到这个300多的 那中间差了多少 中间差好几倍 对吧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说 不管你用什么体系 你得有体系 如果只靠脑补和对所谓一只股票的好物 去想象股票应该值多少钱 那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我们说投资的探讨空间 毕竟你是随心而动 心有多大 那舞台就有多大 对吧 那咱们就没有办法理性探讨了 所以我在节目里给出的数据 是按数据来给的 给的说话的 对吧 只不过你认不认可这个数据而已 所以希望大家 无论你用什么估值系统 你得有 你不能够靠这个纯想象 这个纯想象会对你带来极大的一个伤害的 那么总体上来看 今年的这个指数 其实表现上刚才讲过不差 甚至表现的还非常的不错 全中股的表现也不差 也很不错 但是刚才那个数据就展示了 它仍旧不是全市场的胜利 至少罗素和道指 包括一些小股票 其实今年不怎么样 今年如果想要赚到钱的 要么你是坚持在投指数的 要么是坚持在投大科技的朋友 这个是最主要的盈利的方向 大家有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资金的集中度 其实归根到底 大多数的个股的走势 它们都是符合23年盈利预期的 23年标普的盈利预期 和22年相比是同比衰退 再加上高利率环境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背景 它压制了正常的我们说估值的提升 因为你EPS不涨 它怎么提升 你还在衰退 大多数股票其实都是在走正常的逻辑 但今年年初的时候 人工智能还有NVDA的横空出世 给整个的科技板块 它是带来了非常大的活力 这个活力不是一般的 NVDA涨了多少了对吧 这才带动了整体的科技板块 全重股PE的扩张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PE的扩张 我们就以苹果为例 其实苹果截止到23年9月份的 它的EPS的情况 它的估值上限 它的EPS 其实23年9月的财年截止 它并不是增长的 它是一个持平或者是小幅的负增长 要到24年的9月份 它才能重回10%的增长 现在的股价是已经接近了 24年9月估值的高端的上限位置 它其实高点197附近就是 上限是198块钱 那么这个除非是新的iPhone15 能带来巨大的业绩上的提升 那么它EPS提升 当然估值可以扩张 否则紧靠着PE的拉升 它是跑不了太远的 因为PE再高 它也说增速上不去 它是没有办法 无限往上估价的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我像苹果这只股票 我在等待的原因 我并没有看到它说 我的长限仓位 看到它在反弹上涨 甚至上涨的概率还挺大的 我就去做 对吧 长限仓位没做 但不代表我短线投机没做 长限仓位没动 我没有去加仓 也没有给大家 给这个加仓的位置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 我要去等待的一个 最基本的原因 除非iPhone15的手机 超级大卖 业绩上调 那没话说 估值该上调就上调 买入价该上调就上调 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以炒作25年9月的估值预期了 那也行 但是现在提前两年做这个事 其实稍微早了一点 所以可以做什么 在下方合理的风险不高的 你认为它不高的位置 比方说卖卖put 你现金闲着也没事 对吧 等待你有收益 这不好吗 对吧 就算下跌了 最后跌到那被行权了 你拿到合理价位的正股 难道不香吗 你也没白费你等的时间 对吧 股票呢 它不是只有上涨 买入上涨才赚钱 长期仓位持有 部分仓位滚动 叠加短线有限风险的多空投机 现金等待建仓的同时 浩浩羊毛 这些混合着来都是赚钱的方法 但是呢 我在节目里边 节目时间也有限 而且也不可能把每个操作和点位 都详细的和大家分享 那这个没法弄了 对吧 节目里边看不下去了 还有就是毕竟资金量也不同 对工具的熟练使用程度也不同 有的方法适合我 但对你是非常的不合适 所以呢 一般来讲 长期的走势 我把还有这个短期的一些点位 我基本上讲清楚 我觉得就可以了 我是负责把菜给端上桌 大家自己也得动动筷子 然后风简尤人 所以呢 最后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这个频道 不是告诉大家 明天是涨还是跌的 还是有不少的新朋友会说 你怎么昨天看空 今天看多 我昨天也没有看空 我今天也没有看多 大家仔细把节目看完了 再说 不要看个标题 就来评论 因为我更多的是提供我的思路 供大家参考和思考 如果大家想找短线涨跌 明天涨还是跌 上午涨还是下午跌 找这样的信息 我建议呢 您到喊丹群去找一找 那边是比较快的 立竿建议 对吧 等你体验完了 搞清楚了投机的状况 知道自己适合交易什么 需要什么 什么时候愿意独立思考了 欢迎再回来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市场 包括个人心得的一些小小的分享 希望对大家在今天这个相对比较无聊的市场吧 带来一些信息吧 好 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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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